请收看 维新世界 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一经是大学 大学在一经 各位十方善心大德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这个节目 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主任袁新 《风水真经》里面开示 这个世界上的风水学派别太多了 我们众生常常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依规 应该又怎么样用风水学这样的妙法 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 但是还好 维新圣教的教主 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 他倒架慈航 承蒙玉皇大天尊 福西八卦祖师 太上道祖 风水地理祖师的请托 来倒架慈航 来传承易经心法 而且参合佛法融会为一 魂元禅师创设易经大学 来传法 弘道 为的就是帮助众生来解决各项的生活问题 并且帮助我们提升心灵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意经大学的元赫法师 来跟大家分享 元赫法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的主持人元辛法师 我是台南六甲教师的元赫法师 阿弥陀佛 元赫法师 我好高兴 今天法师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 法师其实很少上节目 因为他的工作很忙 而且红法的道物也都很多 教导很多学生 那现在法师退休了 法师还很年轻 也不是退休了 只是在工作到一个段落 再来就要忙那个道场的事件 是 我们法师呢 这个世间的工作 这些事物呢 到一个段落 师父指示我们元赫法师 要来筹设六甲道场 在此恭喜法师 阿弥陀佛 法师 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您在中门的经历 我是一京大学第六届的学员 在85年就在三宝市上课 那时候才二十几岁 我就进入中门 再来就上了我们的第一届试训班 我试训班的时候 我跟我的同学 有元南法师 元红法师 元金法师 我们都四个人一起开车 到东商道场那边去上课 上了三年多的第一届的私讯班 是 再来我就读天剑博士第一起 天剑博士第一起的上课 这样读了八年 是 目前是在我们台南六甲地区 开班受课 我们元红法师是正期班第六届的 第四届的学员 到现在应该三十年 跟随师傅三十年有了 所以已经是平心闲事金牌证书了 也算是我们的大学长 还好了哪里 我觉得就是正期班一到十届的 几乎都是可以称呼为我们的大学长了 我们现在正期班到三十届了 所以一路上风风雨雨过来 千锤百炼 也是因为有各位法师 跟随我们师父浑原禅师 一路上弘法不辞劳 所以才能够这样子广传妙法 来让我们的维新圣教这个中门 越来越蓬勃 也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 元红法师 您追随师父这么久 是我们的大学长了 您对于师父创办易经大学 这个理念呢 你有什么心得 师父在上班 创办我们的易经大学 它主要是养权蓄材 正名欲德 高尚其是天下太平 最重要是天下太平 因为如果要天下太平的话 我们要修身居家治国 还要平天下 在我们易经风水 是我们普罗大中最重视 也是最切胜的 所以说在我早年在85年 我就跟师父学习易经风水 甚至我家的祖先排位 都是师父亲自来用的 而且师父亲自用祖先排位 他特别告诉我说认真学起来 以后用得到 真的以后真的是都有用到 所以说我师父来我家三次 我把师父当成是我的父亲了 所以说我都在中文是一直读下 读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 是 那其实元和法师您开班 授课的时间其实也蛮长的 而且据我所知 你好像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开班 对 我从民国 我民国95年升讲师 95年底12月 师父把我升讲师 视我法号为元和法师 我96年的就开了六甲一班 那时候我就 师父就指示我要做一个 那个师父的社区洪华的大型的讲座 在六甲那边的讲座 我就在六甲地区办了一场风水学讲座 在盐水地区也办一场 因为我开六甲第一班之后 我96年又在盐水开盐水第一班 在盐水的风泡地区的五庙的 那个活动中心 在那边开了盐水第一班 后来又在关田开了两班 也在柳营又开了两班 所以说我总共 开了差不多13班至14班左右 是 法师您当时在开班之前 都有遵照我们师父的指示 先来办一个红法大会 邀请我们师父到场 来跟各位乡亲来红法 那时候的红法大会的情形 您是不是跟我们说一下 那时候因为刚出来当讲师 又都没有一些 都没有资源 就是我一个人 就是先去拜访 因为台南我去 先去拜访原姓法师 原姓法师就介绍一些他的学生 我就去拜访 主要我的六甲第一班的学员 一起把我六甲第一次的 风水学讲座把他放下来 那一次是非常成功 也是陈盟在台南地区的 原姓法师他的帮忙 所以说那一天很成功 再来在96年的年底左右 也是办了在盐水地区 在盐水的南农技术学院 办了一场的风水学讲座 这样 是 当时来听讲座的这些人 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呢 其实都有 四农工山都有 也是有棒的讲座之后 因为我是先开初级班 在后来似乎在说 先开班再班讲座 所以说我都是先开班 我在六甲是先开班再讲座 但是在盐水的话是先讲座再开班 所以说这两班的人数都蛮多的 我主要都是这两班的人数都蛮不错 是 那这些乡亲朋友 他们在听完师父的红法讲座之后 他们有没有什么回馈 什么心得跟你讲 因为就是大部分的来宾都是 尤其是在盐水地区 是有讲座之后在开班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棒 其中在盐水地区有一个 那一天有一个来宾 他因为是 他有分 他有在六甲那边参加喜宴 他结果被电的分泌 分泌指数3 在医院 刚好那时候师父在台南上课 因为那一位是我六甲学生的 算是亲戚 他就告诉我 我就请他马上拿衣服 到台南道场给师父 把他夹齿夹理 再拿到医院盖 这样 后来师父有说 这个要到现场去印魂 修魂 后来我也有用占卜的方法 因为已经隔了很久了 我后来张卦是在 他的魂已经是在土地公那边了 他就在选个日子 去土地公那边把他的魂再收 再拿到医院这样 所以说到了师父红华的那一天 他已经全部好了 给师父加持之后 又到土地公那边把他的魂再 再带回来 因为他的魂被土地公捡走了 师父有交代说还要到去那边再引一次 再去那边引魂一次这样 再把他用回来这样 这个事情的开端是因为 在六角地区有一个代表会主席 他在请 算是娶媳妇 那一天有下雨 他是在大马路的上面办喜宴 那一位是我学员的算是亲戚 他要去厕所 去厕所要过马路 手就扶到那个电灯 扶到就不动了 就被电的已经分泌不行 这样就经过师父 还有到土地公那边厌魂 把他救回来这样 是 所以还好遇到师父 有这个因缘 对 有时候我们因为这个 因为有灾结来的时候 我们很难避免 但是遇到灾结以后 我们要怎么化解呢 这个我们师父混元禅师 就来传我们妙法 来传我们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 刚才元赫法师提到的 就是师父的宗教的妙法 对 在我在六甲地区教课的 刚在那几年 在刚刚说的那个 那个信众被电的那个地方 有在俩 算是俩高腿 在一个我一个六甲的班长的 朋友的女儿 她也是在那个附近跌倒 跌倒之后 齐摩摩摩跌倒之后就分明不行了 分明不行在台南地区有很多公庙 然后大庙去处理 收拖都没有用 也是分明指数很三 都是分明不行 后来也就 我班长就带了她那个信众的母亲过来问 那时候我在观点上课 我就当场在课堂上起挂 起她的魂在哪边 起了之后我就请 我我们 因为我就请我的学员在隔天 去现场把她印魂收拖 把她的魂魄引回来 到医院 再把她盖在身上 我们都是用我们师傅的 所教的妙法来用 用香 衣服 还有黑 黑雨伞 这样 真的 高中一年级 昏迷不醒 已经将近一个多月了 很危险一个多月了 就把她引回来 就好了 就恢复正常 就这是在同个地方 有两件的这个事情 都是用师傅的妙法 把她引回来这样 是 真的好惊险 对 因为师傅有开示我们 这个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 虽然我们努力工作 努力生活 但是有时候第三空间 第三世界 也就是这个灵界 法界的因缘 有时候我们会忽略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 这些因缘 那维新圣教一金大学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对一切的事情 一切的众生都平等看待 包括这个法界的因缘 也要平等看待 我们要有适当的方法 来面对这些法界的事情 所以我们行功利得 修行就特别的重要 元和法师 您刚才有提到说 您在六甲 官田 柳银 盐水 有开力13个初级班 等于说你的足迹 是遍布整个南部 大部分 台南地区 对 那您自己本身是住哪里 我是住台中 台中的 我本来是住 住龙井 因为我龙井的房子不如法 师傅有来我家三次 后来告诉我说 很烂的 没办法 师傅就叫我走 我后来就到清水地区 看房子 看了之后我就觉得不错 就普挂 在第四届上课的时候 就请示师傅 师傅说 不错啊 好啊 我就请师傅到现场看 看了之后 师傅说 好 这一间可以 所以说我买的房子 没有五分钟就下定了 因为师傅到现场看了之后 说就马上要下定 后来这个姻缘也是 师傅 这个帮忙 才能够先 住个比较平安的房子 这样 是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都会千挑万选 一直考虑 但是呢 师傅传的这个 一金风水妙法 让我们在买房子 在看房子的时候 有一定的这个原理 可以依循 有一定的法则可以依循 所以当师傅 帮元赫法师看房子的时候 五分钟就决定了 对不对 等于说师傅看完之后 师傅 我在师傅走之后 回家之后 我到现场就马上下定了 就是完全没有考虑 没有再回去考虑 就马上下定 但这样就成交了 是 就非常果决的 因为知道这个是好地方 因为是师傅的帮忙 可能找到一个好的地方 这样 是 老师您开这十几个初级班 遇过这么多学生 你觉得学生们最需要什么 其实我都有告诉学生 你们在读的时候 边读你们要边印证 尤其我们的祖先牌位 祖先牌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有百分之八九成的 祖先牌位都不如法 而且里面的牌位都乱写 非常不如法 所以说我在我六甲教室这边 我帮了将近五位的学员 五六位的学员 把祖先牌位全部依师傅的庙法来处理 如果我看了之后 如果不懂 我就会再问师傅 我就会请师傅说 我遇到这样的话 要怎样处理 师傅都会再教我 所以说用好之后 真的都是非常平安 所以说用好之后 真的都是非常平安 结婚的就结婚 甚至我用了一位学员 他本来跟他的儿子女儿 比较没有在说话 因为儿子早年就很年轻 读了军校就当兵了 就没有在 比较没有互动 因为他的祖先牌位 我打开之后 他祖先牌位的内牌 正反面都写 正反面都写 这就是不如法 我全部都把它处理 里面也有 多办公 导访的 很多 那个写的顺序也都不对 我都依师傅所教的 把它开工 再把它慢慢的把它处理 总共处理就将近两三个小时 我处理的时候我都发觉旁边有人 是 旁边他们的祖先都到 那个都感觉那个磁场都 很强 都感觉得到 用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之后用好 经过一年多 他两个孩子 一个儿子 一个大女儿 两个都结婚 太好了 一年内结婚 而且是四个月之内结婚 所以说祖先用好之后 真的差很多这样 是 法师 我们知道祖先牌位 还有祖先很重要 因为祖先就是我们的护法神 这个是师父开示的 那回到我们易经大学所传授的 易经风水跟宗教方面 易经跟风水这个知识 当我们在安这个祖先牌位的时候 易经风水教我们 可以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安 怎么运用呢 因为一般的话我们要看祖先牌位 里面有没有问题 我们是要先张挂 一般我们都会先张挂 张挂挂项都会显示说 你的祖先牌位有没有问题 再来就是我们会折日 选个好日子 把祖先牌位请下来 检查里面 最重要我还会请学员 去护证师傅所拉储物腾本 这样比较客观 最重要我如果打开之后 如果有问题我不会的 我一定不会自己 用自己的储观意识把它处理 我不会 我都会用好之后好 我等下次 我都用好了 都OK 有疑问的话 我都还会问师傅 因为这也是我们 因为师傅他 他还有老祖师尊的 的那个 我前年的智慧 所以说有很多我们 没办法学得很完整的 我们都还会问师傅 是 我们的法师讲师呢 是传承 鬼谷子 王禅老祖 和我们师傅 混缘禅师 天人合一的妙法 所以我们在做一切的事情 在行一切的妙法的时候 我们一定一脉纯青 一挂纯青 会遵从我们师傅 老祖师尊的教诲 所以我们的法师讲师们 在遇到不懂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追根溯源 回来请示我们的师傅 因为我们的师傅混缘禅师 是天人合一的大智慧 我们今天谢谢元赫法师 来给我们精彩的分享 谢谢元赫法师 谢谢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创教宗族 混缘禅师开示 我们在研究风水学之前 都应该了解法 这个法的体 法的用 还有法的根源 这样我们才有信心来学习 才不会三心二意 因为既然要学 就要学到彻底 才不会误人误己 因为我们人来到世间 是三分风水 三分命运 再来就是三分的行功利得 有机会 我们也要多多的担任法工 来参加法会 这可以增长我们的福德资良 这个就是实践法的体 汉用 这也就是体用兼备 我们希望各位闲师同修 将易经风水的妙法 多多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一起加入易经大学 大家学易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大家学易经 国家社会建太平 我们今天谢谢元赫法师 谢谢阿弥陀佛 我们也祝各位观众朋友 平安健康幸福 阿弥陀佛 谢谢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